可是二樓以上都關著 暗暗的 這你可以看得到 我在淡水也是 淡水銀磚路不是很熱鬧嗎 現在幾乎大概只有一樓有店家 二樓以上都 晚上都按著 為什麼 因為 就是最後只剩下皇帝城 對不對 那人 出去就進不來 因為進來就要門檻 那個門檻太高就進不來 這個大概是我們談到說其實 整個那個 都市的想像 其他一部分會是在 怎麼讓人家住在這個城市 這個大概是 目前台北市最重要的課題 對不對 台北市空屋率 有比其他縣市高嗎 整個台灣都高 南部更高 因為人口外移 所以你剛講說 來造成空層 但是 實際上換算成空屋率 有特別高嗎 這個還在 長期來看還是會比較高 那你的這個言論就是 台北市覺得要放農機的言論 他說 現代人每個人住的 民機比以前多 所以如果 再放一點農機的話 住進來的人是一樣多 那現在關鍵是 可不可能住進來 這件事 因為買房子的人 小孩也不會特別多嘛 那就是投資啊 對不對 可是本來住在城市的人就跑到哪裡去 好像以前 以前的故事常常會講說 年輕人從南部來台北 對不對 先住三重 然後賺一點錢就住到哪裡 住到大龍洞 以前做大龍洞的研究 然後大龍洞 再真的賺錢就跑到 內城區 那現在是怎麼樣 現在是說 你把台北市的房子賣掉 大概只能買到 百道新莊如舟 那新莊如舟的人呢 只能買到三峽 那看人家怎麼退 你知道這個意思 這幾年有一個 這個轉變的點 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政府就一直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擠在中心 所以就是 廣設捷運 就是拉越來越 可是捷運拉過去房價又漲 不是很 他希望讓大家租到更便宜的地方 然後不要因為交通不敢過去 但是最後因為捷運了 反而這些房價又拉起來 這就是我覺得就是一個惡性學習 這當然有很多因素 我們今天講的是在講說 其實 這個其實在現在來講 這個故事的想像 台北市讓目前這個房地產 就是 住這個事情是很關鍵的轉捩 就是說 為什麼要退社會住宅在這裡 很多人還在退社會住宅 那如果我們這一波如果沒有讓 台北市還維持一定有人口的話 那回不來 回不來 所以大家覺得好像社會住宅只是在替一些弱勢 其實他在鋪陳這件事 這城市其實是一個比較多元 對不對 我有錢沒錢都應該可以住在這個城市 這個叫接近城市的權利 住在城市這個不是因為你有錢跟沒有錢 應該讓每個人如果他 想要奉獻這個城市就可以住在這個城市 可是我們現在未來不是 未來是你想 貢獻都不行 因為你住不下來 你到底 都會被 一直往外 那這樣的話這個城市 下一代是什麼 這個是我想是 所謂 這個城市的想像 把城市擴大一點 把城市擴大一點 城市擴大 這個城市擴大是這樣啦 這個城市擴大是這樣啦 為什麼會啟動到內地區 因為把資源都投注到那個地區裡面 如果把這個資源再撤出來 往外圍發展的話 不要動動就投注到那個地區 把這個資源平均分配 對不對 這個要有 學新啦 就所謂國土的計劃 比如說把台北中央政府 10年之內 搬到台中去 這個台北市人口 這不是我朋友的講就算了 就是要有大的策略嘛 你才能夠 而且 現在說 勺子化 勺子化 像我們剛才講的 對台灣來講 說不定就是一個轉變的機會 利用這個勺子化的這個 機會 提高居住的品質 為什麼一定要 抗拒他 這個 是換腦袋的工作 是轉型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要把過去的這個 這個事情要 重新做個調整 像我最近 參加一個討論在提到 最近不是舞陽高架橋嗎 你看台灣這幾年 全國蓋多少那個 東西叫快速道路 除了 過年有用 停的時候全部是怎麼樣 就可以當那個賽道 因為沒有車嘛 對不對 那是不是很浪費一件事 對啊 你看喔 然後我們台灣又把很多 鄉鎮的 山上的公車把它取消掉 補助取消 可是各位想看看 我們花了幾千億去蓋這些 過多的道路 可是對那個公車的系統 才 幾百萬 幾千萬好了 那我們這個是幾千億 差多少個零 差三四個零 可是我們就取消很多 縣市的公車的補助 把很多學校都廢掉 那才省多少錢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轉型的 這個是觀念上的問題 所以你剛講的 我都同意的是 我們怎麼樣把這些官員 你真的能夠 頭腦轉變過來 日本這 這所謂的十幾年的這個 這個 陌落 他政府其實也是 每次都是在 擴大預算 弄的 其實也是蓋的 蓋這些建設 也沒有效果 我們就是學日本 那個叫擴大內需 就當經濟不景氣 我們就用擴大內需 就是說 我就來推很多大案子 那政府就印鈔票 把它丟到社會 所以社會就會開始有消費 消費券也是這種概念 就是說他要讓社會 那個 不會太 層級 所以他就用大建設 或是給 給這些消費券 讓社會開始還是有些 那個消費的血管 航空城喔 那又更大 那個是要 航空城 航空城那個是也是一個夢 到底誰來嘛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陸 大概未來 還是在大陸 像航空城那樣的東西 他一概比我們太大了 而且國家的效率也比我們好太多了 對不對 像高雄港很快現在是世界第3吧 那每年都要往後退啊 因為大陸的港口如果一弄起來 每個城市這樣一弄一弄 高雄以後到十幾位 沒人會過來高雄 做到更大 做到更大 他接近腹地嘛 對啊 所以台灣 不大應該是 用這種方式 對 其實很有了 這個部分的 價值 這個適合人居 但是你看我們 前後兩任政府 提出的口號 一個是 這個 人文科技島 一個是綠色系島 這個一個是科技島 一個最後還是一個系島 對不對 其實這樣搞來搞去 其實也是一個工 工商中和區的 概念 他並沒有說你適合 人在這邊 幸福居住 然後 當然經濟活動是一個 幸福居住的 必要條件之一 現在這個願景要怎麼樣 想像 每個都可是重要 一個國家 一個城市來講 這個願景就 很重要 那這個願景當然我覺得重要是它要帶動大家去思考 大家都聽懂 對不對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一些 這個我們要建立一個 可以講道理的 政府很多東西跟大家講道理 所以我們有一天我們可以來講講願景 那現在是這一罐過不去啦 就我們剛剛講 都跑到情了嘛 像我們 華光 我自己 那個 也有來 或是像 文靈業的 我也跑去那邊跟檢查那邊會 對不對 都很親 可是 一事無辜啊 只是喚起更多人注意 有沒有讓這個社會跟我們走 那 政府都依法 他有沒有讓這個社會跟我們走 也沒有 對 我們現在就 我們現在就介入這個教授 做個看 那我覺得 這個理由 可不可以說 當然可以啊 台灣人的素質 對不對 社會的 一定有辦法來好好談這件事啊 沒有 我認為這個理智來講 我認為這個理智來講 是多元的整合啊 這個在我們的從小到大的教育訓練裡面 我們都是以考試啊 的方式在成長 考試是單 個人單兵作戰 對不對 不需要去跟別人合作 這樣子的思維是很難啊 在這麼多元複雜的社會中啊 沒有這個理由不是誰對誰錯 你要綜合各隊怎麼樣整合成 讓他 達到大家可接受的程度 我覺得我們在從小掌握過程中沒有這樣子 台灣的必會在這個上面 因為台灣不可能走韓國那種 像三星 用大企業來 因為那個是國家 對不對 台灣某些程度是小 中小企業 對不對 那他拿獨鬥你後來怎麼變成一個團隊 就是要 溝通跟說明 那我剛提到其實台灣的素質 我們的 知識 那個什麼 那麼高 對不對 這個其實是有 當然 各位同意你剛講說 過去在所謂儒家的這一套裡面 還是某些程度是有那種比較權威的 儒蟲的想像 可是如果在猜這個東西如果啟動的話 現在的證明應該還要來啟動 我的我的看法 是有機會的 你從我現在接觸了很多種 都市的弱勢或者是很多爭議的案例 像我剛剛講 用華光來談 我們現在的多元價值觀念 是 很蓬勃 但是在整合上走 的速度 所以我們趕快來做看看 我們趕快來做看看 比如像華光 我一直在講就是說政府你說要拆 那你要來告訴我你要做什麼 對不對 這個公平 可是現在政府 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告訴我們要做什麼 他說要VOT 可是台北市 他是說他被立法院K的很兇啊 不是那個那個監察院 這個當然監察院 監察院每次都是 沒人理他嘛 對不對 他不是講說 他要做點事情 他不是講說美和市 圖利 幾百億嗎 那有沒有人被抓去關 沒有啊 一品宴不是也糾正說 徒利 新北 台北市政府徒利 多少錢 被抓去關 沒有 監察院講話根本沒有用 那糾正根本是沒有用的 那如果沒有談的是沒有用 所以就是說 那你 好華光這件事情 有沒有從頭到尾有沒有講 講清楚跟大家說明 政府有沒有這個決心跟 這個 想清楚這件事 沒有 那所以民眾 當然 就會在這個瓶上面 對不對 就會被激盪出來 這個是我覺得 我用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大概 我是覺得我們大概不是在 批評 而是說應該慢慢 讓這個社會怎麼樣找到一個 可以操作 像之前社大叫什麼 這個叫 社大師 知識普及嘛對不對 那公民社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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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